你可以說一下當你認識耶穌之後 對你整個人的生命有什麼影響 令到我個人變得溫馴了很多 沒有以前那麼霸道、任性 那類的東西 他給我的改變 就是我個人開心了 思想是正能量了 這個是我的得像 當你祈禱的時候 你有什麼經歷或感受 祈禱的時候 這個是我的習慣 我很喜歡每次祈禱 我將每一天的不開心的事 我都會跟天父說 或者一想到開心的事 我真的會笑 感謝主 感謝主 剛才我為你祈禱的時候 你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感受? 很輕鬆 一路聽著你的祈禱 一路聽著你的詩歌 竟然間完全是入耳朵 入得到我的耳朵 我一路很輕鬆、很輕鬆 一路聽著 你可不可以形容這種輕鬆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這種輕鬆 是快樂 還有 真是與主同在 是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我的快樂 個人輕飄飄 好 感謝主 還有 你又說你爸爸以前離世的時候 有些經歷可不可以說一下 不僅我爸爸 我媽媽都有 是 在他臨去的時候 臨去大約都有兩三天 他的同事問我們 我藏尾是什麼來的? 黑漆漆的 有好幾個 他說 黑漆漆的 是什麼來的? 就叫我們幫他看 但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完全 因為那時候未信教 完全都不知道是什麼 會不會是他病得厲害呢? 他的幻國 直至到我爸爸 因為我媽媽先死 直至輪到我爸爸那時候 他又跟我們說 我藏尾 有些黑影 那些是什麼 又叫我們看 我們也是看不到 OK 這個情況 就是我們發覺 很多不信耶穌的人 尤其他們是拜偶像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 臨死就會看到那些邪靈 搞妖他們 我聽過很嚴重的 就是那些邪靈 經常在床上畫他 爬他 他們上救傷車 進醫院 跟著他上救傷車 去到醫院又跟著他上醫院 經常在那裡搞他 這些就是那些邪靈 因為知道這個人快要離世 就想將他的靈魂拿去地獄 而有些人 在這個時候 他就信主 信耶穌 跟著就發覺這些邪靈 走了 這個是很特別的經歷 所以 你爸爸媽媽都有這個經歷 就是告訴我們 原來有些人以為 拜他們所謂的神 其實那些不是神 那些是人 拜那些偶像 反而令到有很多邪靈搞他 不是越拜越好 是越拜越差 因為那些不是神 是人 結果就會有邪靈來接受他們的拜 就是邪靈來搞要他們 並且要將他的靈魂拿去地獄 當時你爸爸媽媽 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們的心情是怎樣 很害怕 很害怕 是 這個害怕 我媽媽 忍受了最長的時間 都起碼 四五天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四五天 是 每一次見到我們很害怕 每一晚都在我的床尾 你可否形容他那種驚恐去到什麼程度 他當時病得很厲害 所以他的驚恐只能夠言語去形容給我們聽 他的表情呢 他的表情當然不黑身 是 OK 好了 即是讓我們看到原來 有很多人以為拜偶像 拜他們所謂的神 那些不是神 只是一些死了的人 反而帶來很多問題 但是信耶穌就不是的 平安輕鬆 我在這裡很簡單講一個人 他是有四樣的不可醫治的疾病 他的女兒叫我為他祈禱 醫生就說他一定會很辛苦 因為其中一個就是神需其 因為他太嚴重了 就不跟他洗神了 他就祈禱 我跟他祈禱 他就覺得很舒服 初來他都不肯信耶穌 但後來過了半年之後他忽然間 問為何今天耶穌斯沒有來 其實我半年都沒有來 那麼耶穌叫他想起我 忽然間為何耶穌斯今天沒有來 於是我立刻去祈禱 他祈禱了 他就很舒服 我問他你覺得怎樣 他很舒服 我說佛祖有沒有幫過你 他說沒有 觀音有沒有幫過你 沒有 因為他說我以前拜佛祖 拜觀音 所以我不能夠信耶穌 我說你信真還是信假 我信真 他就真的信耶穌 我跟他即時灑水禮 洗禮接受耶穌做祂救主 他有一晚看著天花板 他的女兒看到他睡著睡著 忽然間開眼看著天花板 醫生說他應該很痛苦 但他沒有痛苦 他家人問醫生 醫生說我都不知為何 而他會笑出來 很開心 現在看到一些很奇妙的東西 所以信耶穌的人 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當他離世之前 是開心的 有些甚至見到耶穌 見到天使的 是很不同的 榮耀給主 多謝耶穌是這麼真實 耶穌我們生命中 也很真實 耶穌祝福你 欲依福你 每種水 和阿彈 各種水 和阿彈 菜وي之口 再來 檢疫 善 负善 人